音樂結晶 而這也是曾靜雯自2008年 參加人士英雄棒等歌唱選秀節目 出道以來 所做的第一首足語創作單曲 得到最大的收穫是 一種對自己的肯定跟成就感 就是我不是會這個東西 然後決定去做 而是我先走了一輪流行的市場之後 我才決定要去接觸一個 我完全大家都會想像不到的東西 而且目前為止我的歌迷給的反饋 都是很願意為了我們 停下來這個三分鐘去聆聽 我們用太陽足語做的流行音樂 說起足語創作的起心動念 曾靜雯原本想透過音樂教育 勉勵更多圓民青年 沒想到在創作過程中 收穫最大的反而是自己 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意義 其實已經不是原本說 我們想要做一個好的榜樣 反而是我們自己也在找我們自己的語言 然後找我們自己的文化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看到靜雯 在追求他的音樂路上 一直很努力 希望我們可以藉由這一次 體驗他們的演唱會中 我們在體育的這條路上 也可以學習靜雯 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好 追尋音樂路上並非一帆風順 但曾靜雯懷抱愛音樂的初衷 堅定向前 同時他也對著鏡頭宣布 將跨出舒適圈 佔別華語流行音樂市場 專心耕耘在語語創作 渴望用嶄新的歌唱模式 回到歌名面前 遠視新聞 就會先買普拉瑞陽台北市採訪報導 好 好